今天是2021年7月2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乐 根本是20107月以后 根本祖国统一台湾 快乐 Today is July 2nd 2021 Has trying to be in the fire to Taiwan today We'll be soon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得下张绍涵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台湾歌星 他的一首歌呢 我也是很喜欢的 叫做《隐形的翅膀》 这首歌呢 其实也 我记得应该是当年北京的高考卷的作文题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么如果我记错了 也可以希望大家批评此证 因为我记得《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 曾经是我们大陆高考的一个作文的高考题 那么其实今天想讲的就是 他在我们这一次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文艺演出里面呢 有跟成龙大哥合唱一首歌 就是《怒火宝黄河》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微博截图里面有说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骄傲 因为呢 他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在一个报道的采访里面也说 觉得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的自豪 那么 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意思就是 现在真的有非常非常少的台湾艺人敢站出来来说 首先第一我是中国人 除了说自己是中国人以外 他居然还登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这个文艺演出里面去表演 其实呢张绍涵今次不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演出 当年我们阿贡啊 我们阿贡90周年成立的时候呢 他也有在台上去演唱歌曲的 所以呢张绍涵在十年前 还有这一次分别两次有登台来为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个周年里面呢 有表演歌曲啊 那么这两次的话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出来他的决心 他真的是为自己成为一个中国人啊 其实是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的 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不想成为是中国人嘛 那么张绍涵他是大大方方的说 我就是中国人啊 我为这个身份感到骄傲 那么话不多说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采访视频 还有表演的视频 张绍涵呢 你感觉什么 我其实因为跟陈龙老师是在一个环境里头 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黄河》 对于这首歌我相信 每个小孩子在中国长大肯定都很熟悉这首歌 可是对我俩好像确实是第一次 尝试合唱这首歌 当那个声音以及所有人齐心协力地完成这首曲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那种来自于内心的那种中国人的骄傲 我觉得 那种我们永远不肯放弃那种精神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点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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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